我现在呢是在澳洲的墨尔本 现在澳洲情况就是 当场不关门学校不停学 其实我身边的一些做生意的朋友都扛不住了 包括做餐饮的做按摩的 真的都不是特别好 工作的人也有恐慌 大部分也有中国人 这边呢我们生活在不在市中心 现在生活区给大家离的还是很远 明天是倒垃圾的日子 澳洲这一两周之前都在抢手指的 所以所有有关纸类的东西家里都买了很多 这种是这边比较用的比较多的餐巾用纸 这个房间也有手指 这也是餐巾用纸和一箱水 这个是一整袋的 在Costco买的纸 这个一整袋的纸 当时买的时候是限购 一人只能这一袋 当时我去的时候 一人一袋这种手指 和一箱子的那种 一box的那种抽纸 是人手必备的 现在的话据说好像连这种都不好买了 这个手指前一段时间是有一个明星 澳洲看演唱会有一个粉丝 就送了他一卷 这个手指给他 当时他特别不理解 但其实对于澳洲人来说 手指现在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吃的 煸卖我囤了很多 薯片 水 有三箱 奶粉 看吃的的话呢 一个是一袋豌豆和一袋玉米 整个货柜都空了 没有了 我买了很多这种冷冻的东西 面 饺子 肉 我家里囤的比较多的就是 米 面和 面条 一个储物柜 有六层 湿纸巾也有囤 潘德多其实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有新闻说 澳洲又治好了几个人 并没有多么神 只是就相当的就一种发烧感冒药 但是这种药现在都很难买了 真的是两个人最少三个月左右 基本上不出家门的话 其实在家就比较安全